臺灣的衛生醫療體系 針對即將爆發流行的新流感 以臺灣先進的衛生醫療體系 以及兩千零三年抗煞的經驗 我們應該有足夠的專業能力 來因應這次的疫情 但是我們覺得 防疫的成敗是真正的關鍵 完全棄領導人有沒有掌握疫情的資訊 第二 他有沒有有效的領導 第三 有沒有扛起責任的決心 這個是我們這一次 面對新型流感的成敗的最重要的關鍵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疫情的掌握體系並不完整 主要的還是依靠我們的衛生署 跟兩百家醫院的連線作業 但是這個不是完整的資訊 而且不是最即時的資訊 第二 我們看到這個指揮的體系 其實沒有進入到一個戰鬥的指揮體系 還是一個普通的行政體系 這個我們在感覺上是不符合的 我們現在在過去的幾件也看到 國安會議要被召開是衛生署長來建議的 而專家會議卻是總統召開的 這個轉色是已經有發生錯亂的情況 那我們在發發水灘的情況 我們看到在第一個時間 沒有一個有效的領導 有效的指揮 所造成的整個因應的救災 我們現在的這個體系的錯亂跟沒有效率 我們不希望在這一次的 新流感的這個疫情的情況 能不會這個衝蹈覆測 第二個 除了這個領導人有效領導之外 我們第二個覺得這個防疫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安定明星 那我們也看到了這幾天來 安定明星上面政府做法上有幾個需要改進的地方 第一個 我們希望政府除了能夠全盤掌握疫情之外 也要把疫情透明化 不要以一般性的這種說法 系統來緩和人民的這種焦慮感 我覺得人民有足夠的判斷能力 我們的疫情要透明化 第二個 我們的用藥要及早 那麼這個專家告訴我們是說 X1N1最好的治療時間 就是在感染後的24到48小時 如果再拖延的話 那麼它的這個嚴重性會增加 而且它的傳染的擴散率會增加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是建議政府要除了現在的用藥成樣之外 應該到國際市場上 儘早的再去收購更多的客流感 因為在前階段客流感的購買 因為採購有遲延主要的是採購法上的障礙 那我們現在的客流感的購量 其實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 為了因應情流感的時候 才購買得了滿萬劑 那麼我們希望就是政府 趕快排除採購法上的購買 趕快到國際市場上 買更多的藥劑 增加我們的存量 我們第三個 我們覺得很擔憂的一件事情 就是疫苗的問題 我們現在把所有疫苗的希望 都放在國光的生產 那麼如果我們在國光的疫苗 這個來源如果發生有任何的情況 將使得我們整個疫苗的費用不低 而且最早可以使用疫苗的是在11月15號 那個時候已經是大量流行的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知道很困難 但是我們應該儘量到國際市場上 儘量收購疫苗 那麼最重要的一點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防疫上最困難 也讓我們最感到憂慮的就是說 我們把所有的防疫的重點 都放在大型的醫療中心跟醫學中心 其實那是一個在疫情處理上面 一個最後端的 那我們的專家認為是應該在最前端處理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整個疫情的處理 跟這個感染後的這種處理 放在學校的校醫 放在社區的醫生 這個才會在最早的時間去用藥 去處理這個感染的病患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政府在做法上應該要改弦跟章 把重點放在地區 社區的醫生跟這個校醫的系統 對我們希望這次的我在學校 我們能夠從夢想的中心 看到我們在這裡 我們都能夠比較多的 還有我們希望我們能夠 在學校的感染 我們也能夠同在學校的 學校的教程中心 我們可以做到 你們可以做到 一支去處理 社區教授級 學校的學校 學校等了 學校的學校